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艺术大家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 教堂壁画的天启 2.哈姆雷特舞台剧 丹麦王子的狂想 3.星球大战电影 光剑交锋的宇宙史诗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 教堂壁画的天启 米开朗基罗 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 不仅是一位雕塑家 画家 还是一位建筑师和诗人 他的作品几乎无处不在 从大街小巷的雕像 到教堂的壁画 他的艺术足迹 遍布整个意大利 甚至整个欧洲 但今天 我们要聊的是 他的一幅壁画 位于范蒂冈的 西斯汀里拜堂内的 最后的审判 首先 让我们设定一下场景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16世纪的朝圣者 步入了西斯汀里拜堂 你抬头一看 哇塞 这幅壁画 简直是视觉的盛宴 这不仅仅是一幅画 这是一场天气的展现 是米开朗基罗 用画笔描绘的末日审判 最后的审判 是米开朗基罗晚年的作品 完成于1541年 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 这幅壁画 高达13.7米 宽12.2米 覆盖了整个西斯汀里拜堂的后墙 画面中央 是一位肌肉发达 充满力量的耶稣基督 他正挥动着手臂 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在他周围 是一群群的人物 包括圣人 罪人 天使和魔鬼 他们或是升天 或是堕入地狱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当时的教宗克莱蒙特七世 第一次看到这幅壁画时 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哇 米开朗基罗 你这是在画壁画 还是在开健身房 因为耶稣的肌肉线条 比罗马的斗士还要壮硕 而且 这幅画中的裸体人物 多到连米开朗基罗 自己可能都数不清 但这幅壁画 并不是一味的肌肉展示 它充满了象征意义 和复杂的宗教寓意 比如 耶稣旁边的圣武玛利亚 他的姿态显得有些谦卑 似乎在为人类祈求怜悯 而在耶稣的脚下 有一位天使正在吹号角 唤醒死者来接受审判 当然 这幅壁画在当时 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有些人认为 这么多的裸体是不恰当的 甚至有人称之为 维诺利亚的浴室 暗示这幅画 更适合放在公共澡堂 而不是教堂 后来 一位名叫丹尼尔 达·沃尔特拉的艺术家 被委托穿衣服 给这些裸体人物 这个过程被称为 维诺利亚的裤子 总之 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 不仅是一幅艺术品 它是一个故事 一场戏剧 一次视觉的革命 它展示了米开朗基罗 对于人体的深刻理解 对于宗教的独特诠释 以及他对于艺术的 无尽热情 每一次观看 都能发现新的细节 新的故事 新的启示 这幅壁画 不仅是米开朗基罗的杰作 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 一颗璀璨明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哈姆雷特舞台剧 丹麦王子的狂想 各位亲爱的戏剧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 那位丹麦的悲剧英雄 哈姆雷特 威廉 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位王子 他的故事 比丹麦的冬天还要阴郁 比一杯未搅拌的咖啡还要浓烈 首先 让我们设定一下场景 你是一位王子 正在外国念书 突然接到消息说你爸爸 也就是国王 去世了 你赶回家 发现你的叔叔 已经登上了王位 而且还娶了你的妈妈 这剧情发展得比肥皂剧还快 你说气不气人 但是 哈姆雷特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这位王子 不仅要处理家庭纠纷 还得面对一个比较超自然的问题 他死去的父王的鬼魂 这位鬼魂 不是来参加万圣节派对的 他来是要告诉哈姆雷特 一个惊天动地的秘密 他是被自己的弟弟 也就是哈姆雷特的叔叔 谋杀的 这下子 我们的王子 不仅要当侦探 还得当复仇者 哈姆雷特的故事 充满了猜疑 犹豫和疯狂 他假装疯癫 来掩护自己的调查行动 但有时候你会怀疑 他是真风 还是假风 他的名言 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 不仅是对生命的哲学思考 也是对他自己状态的完美描述 他在生存的边缘徘徊 不断地在行动与犹豫之间摇摆 哈姆雷特的故事中 还有爱情 背叛和一场致命的剑术比赛 他的恋人奥菲利亚 他的故事比哈姆雷特还要悲惨 因为他不仅失去了爱人 还失去了理智 最终失去了生命 而哈姆雷特的母亲 和叔叔的关系 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老话 政治和床上事 从来就不分家 最终 哈姆雷特的故事 以一场血腥的结局告终 几乎所有主要角色都死了 舞台上满是尸体 比一场黑色喜剧还要黑暗 这位王子的狂想 最终变成了一场悲剧 所以 亲爱的观众 当你下次看哈姆雷特时 记得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人性 权力 疯狂和存在的深刻探讨 而且 如果你的鬼魂父王来拜访 或许你应该先找个心理医生 而不是直接拿起剑 毕竟 在现代 我们通常不鼓励 用古老的剑术 来解决家庭问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球大战电影 光剑交锋的宇宙史诗 各位同学 星际历史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 闯入这个讲堂的外星生物 今天我们 要来谈谈一个跨越星系 影响深远的话题 星球大战电影中的光剑交锋 这不仅仅是一场场视觉盛宴 更是宇宙史诗的核心所在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光剑 这个能够切割 几乎一切物质的神奇兵器 它不仅是绝地武士 和西斯的标志性武器 更是它们身份的象征 当然 如果你问一个物理学家 光剑的工作原理 他可能会告诉你 一大堆量子力学 和等力子体物理学的专业术语 但让我们诚实一点 我们爱光剑的原因 不在于它的科学性 而在于它的酷炫 和它在电影中所代表的意义 光剑交锋 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打斗 它是善与恶 光明与黑暗 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对决 每一次光剑相碰 都是宇宙命运的一次微妙调整 从奥比望与达斯 伟大的经典对决 到陆克与帝国皇帝的最终对峙 每一场战斗 都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意义 而且 你有没有注意到 光剑的颜色也代表着角色的性格 和力量的属性 绿色 蓝色通常代表正义和和平 而红色 则是愤怒和力量的象征 这不仅仅是未了好看 虽然的确很好看 这些颜色的选择 也是对角色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在表达 当然 我们不能忽视那些精心设计的打斗场景 从早期的《星球大战》三部曲中 相对简单的剑术 到后来的《前传三部曲》中 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难度动作 光剑交锋的演变 也反映了电影特效技术的进步 和观众期待的提升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光剑交锋的每一次挥舞 都是对《星球大战》 宇宙中原理哲学的一次探索 这些战斗 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较量 更是心灵和意志的较量 每一次交锋 都是对自我控制 恐惧 愤怒和爱的一次考验 总之 光剑交锋 不仅仅是《星球大战》 电影的一个亮点 它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象征 一个关于力量 责任和人性的宇宙级故事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两把光剑 在荧幕上交错时 记得 这不仅仅是一场打斗 这是一场宇宙的诗篇 一场关于命运 和选择的史诗叙事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 充满艺术 戏剧 和科幻的故事 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 沙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和《星球大战》电影中的光剑交锋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艺术创作 更是对人性 宗教和命运的探索 每一个故事 都充满了复杂的象征意义 和深刻的哲学思考 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 是一场天启的展现 展示了他对人体的深刻理解 和对宗教的独特诠释 哈姆雷特则是一个关于权力 疯狂和存在的深刻探讨 哈姆雷特的狂想 使他的故事变成了一场悲剧 而《星球大战》中的光剑交锋 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更是宇宙史诗的核心所在 充满了善与恶 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对决 这些故事 不仅是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 也是我们作为观众和读者的饗宴 每一次观看 阅读 我们都能发现新的细节 新的故事 新的启示 所以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故事 有何观点和疑问呢 欢迎留言和参与讨论 让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对艺术和故事的热爱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